當你突然間喜歡上一個男人的時候 你可以解釋得很清楚你為什麼喜歡那個男人 是很難講的 很多很深的情感 就是因為你沒有辦法完全解釋 我覺得我要拍的是 人常常會忘記掉的一個愛的方式 一個愛的表達 對人的那種態度 平等那種愛 在她流浪的一個路上 遇到了她的愛情 這是一個很軟的故事 就是戲如其林 是一個大愛的電影 吳薇和阿達我覺得對感情都是很真摯的 舒服 不會很會 因為對感情不會特別的深思熟悉 想太多就是我們倆現在在一起 然後之後到底會怎麼樣 一輩子 一輩子到底有多久 在這個家裡呢 實際上媽媽是很死人塌地的 一直在給所有自己能給的那種感情 那種愛 你怎麼又不敲門就進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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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沒說進來呢 進來 進來 進來啊 面對婚姻已經是平淡到一個程度 不要去講什麼大富大貴的事情 就是安逸 安穩的一個生活 老婆就是一個從一而中的人 守一個諾言 守了一輩子 不清楚她的堅守會得到什麼 老婆當年嫁給外公的時候 知道她鄉下還有個老婆 我覺得她的人生特別簡單 一切都可以犧牲 其實老 姥姥是一個最堅強 我要守的東西在這裡 永遠在這裡 會留在我心裡的 陪著我一輩子 就是一輩子 愛婆什麼時候說我要跟外公合葬 大人的事情你去找插手 我的誰請你以後不要再管了 那可能每個女孩年輕的時候 都說過說 我才不會 年輕的女人 唠叨 別拿我跟我媽 別 你自己雕容了你 那你也別拿我跟你外人 相愛相親還是需要接觸 就算是吵架吧 那也是在溝通的事情 要把吵架當作是很嚴肅的事情 吵完了就把它忘掉 吵完以後就會變得更愛一點 高虎 寺墨 怎樣 好 好 如果你還相信爸 這樣可以相愛相親 這就是 把三代人不同的 價值觀 放在同一個平台上來展現 你會從每個角色身上 找到自己的名字 我很期待相愛相親 讓幸福家 一起相愛相親 你可以看到 現代人怎麼看愛情跟婚姻 就這麼簡單